在从前在古印度 在印度有一个人吝啬的不得了 非常的吝啬 你不要说叫他不思 就是叫他开口说出不思这两个字 他都觉得非常的心痛 我要不思 还没不思了就心痛 然后呢他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在他的心里根本没有一丝一毫不思他人的意愿 非常恭喜他的事 他生在了佛陀的年代 所以他后来遇见了佛陀 他从佛陀的教化当中知道了不思的功德 可是由于他生性吝啬 想过要不思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一步 去不思给别人 那个时候他就去拜访佛陀 佛陀跟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 叫他右手拿一把草 然后叫他想象的 把右手当成你自己 把左手当成别人 然后叫他把右手的那一把草交给 左手的别人 因为草是微不足道的嘛 草算什么呢 一把草给他们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吝啬的人呢 因为右手已经拿起来一把草了 你叫他再给 左手的话 他都很痛苦了 草都不愿意给了 即使这样 这个人还是犹豫不决 反复地想 我是不是要把右手的东西 给左手呢 经过几次的练习 佛陀在叫他 把左手的东西 再交还给右手 左右手反复训练久了 他慢慢习惯 把东西就开始给出来了 然后启发了他的布施心 开始他在家里 把一些好的东西 懂得拿出来 布施给别人 终于他能布施自己的财产 最后他有了大菩提心 当年在佛陀的教导下 他为了利益众生 甚至布施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菩提智慧 启发我们 菩萨给予我们的是右手 交给左手 菩萨给我们的 等于给了我们的右手 让我们把右手的东西 交给左手 我们的给予众生的 所有的一切 相当于你的左手 你把众生给你的东西 你又等于收起来 交还给你的右手 记住了 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 它都是我们的手 它都是一样的美 一样的感觉 一样的伤痛 因为左手和右手 都流着一样的血呀 所以布施会让你体验众生生命痛苦的历程 慈悲会让你瞬间打开心门 生命需要感悟和开悟 也需要经历各种的生活历程 从小我来改变成大我 从无名到明星见性 你会意外的获得生命的真正财富 哇